老師又來啦 大家好這是看你老師 今天呢非常開心又可以為大家帶來一集新的鞋屏影片 那今天要鞋屏的這雙鞋呢 老師其實非常的喜歡 而且老師呢想盡各種方法 終於還是把它入手了 那拿到這雙鞋的代價其實也不便宜齁 哪一雙鞋呢 來我們先從它的鞋標開始 來鞋標上面呢 它寫這個Airphone Posit 1 Premium UO 喔喔糟糕又是一個UO 然後呢QS Quick Strike 那這雙鞋的size呢老師拿11號 因為呢現在老師太空鞋基本上都直接拿大半號 這樣比較舒服 那這雙鞋的這個建議售價是250塊美金 那加完了這個華州的稅呢就不止這麼一回事 好啦這就是它的代號看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鞋盒打開看一下 鞋盒裡面的這雙鞋 喔打開來來來 喔喔糟糕你看 哎呦哎呦喂呀 來來來 來收據好非常重要 那這一個賣家呢 他是從這個Nike Town拿到 通常呢 老師都非常喜歡 鞋子是從這個Nike Nike總店好這樣子發出來的 所以這雙其實老師跟他換的其實也真的是非常有價值喔 好我們先把鞋子拿出來看一下 今天呢老師要為你們鞋瓶的這雙鞋呢就是Nike Airphone Positive UO Edition 也就是呢University of Oregon 奧勒岡大學的這個版本 通常呢只要Nike或者是Jordan鞋有掛上跟UO這個大學 好這一所大學有關係的喔 通常這個他的價值都 直接翻一倍好甚至更多 那為什麼只要套上有這個University of Oregon這個名稱在 Nike貨救人鞋上 就會那麼有價值呢 老師等會呢會給你做講解 不過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雙鞋的整體設計 老師現在呢開的是這個LED燈 照明燈 所以你看這整雙鞋有沒有看到整雙都是這種 3M的這種reflective 也就是反光效果 那其實整雙鞋上面的細節呢就是仿照這個鴨子上面的 feather也就是他們的羽毛 的這種紋路 有沒有看到 那這個羽毛其實呢也跟University of Oregon這一所大學 他的這個很有名的感籃球隊 他們的這個頭盔的設計 就是這麼一回事 那這整雙鞋呢呈現這一種3M的效果 這種反光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sick 真的是非常的變態 非常的帥氣喔 你看 那老師現在把燈關掉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來燈關掉一下 有沒有如果沒有燈光下呢整雙鞋就變成 這個反光的地方就變成這種銀灰色的樣子喔 那除此之外呢 這雙鞋 非常非常多的細節 我們先從這個鞋的前身開始 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綠色加黃色的 這一種Nike Stitching也就是他的袖製 那綠色跟黃色呢也是UO的這一種 吉祥顏色 Lucky Color 鞋帶呢他也是採用這個綠色 UO的這個顏色 那鞋舌上面這一種 New Bug 仿陸皮的這一種材質呢他就是黑色 一直到鞋舌的上升 一般Fone Posit Pro呢他是不是上面這邊的 這個鞋舌標誌是 One Penny One cent 也就是 這個Penny Hardaway的logo 不過呢這雙鞋他直接給你這個 鴨子 有沒有鴨鴨的他們的Mascot 也就是他們的吉祥物的這一種 圖案 非常的可愛喔 好那講到了上面這個鞋舌環呢 哇這細節蠻多的喔 你看這鞋舌環他基本上外面是綠色 不過裡面呢他是採用黃色喔 他們的兩種 Lucky Color Spirit Color 精神顏色喔 好那講到了這個鞋跟的地方呢 你就會看到這有一對這個鴨腳 有沒有看到 很可愛喔 那通常呢 你在 UO Eugene那邊 就是 奧勒岡這個一個 城市 也就是 這所大學的 所在地 你都會看到很多人貼這個 小鴨腳 這也就是代表說 他們來自 奧勒岡呢 或者是 這個 來自 UO 這所學校 這邊 鞋跟環 你也可以看到一個 Oregon的 字眼 也就是 奧勒岡 這一週 老師個人非常喜歡 奧勒岡這個週 因為老師早期呢 碩勒岡就在那邊賭的 所以對奧勒岡也覺得說是一個非常親切的地方 那鞋跟環的部分呢也是一樣 裡面是黃色的細節 搭上這個外面綠色的這個 細節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酷 除此之外呢 這雙鞋還蠻酷的地方就是他還附一對這種黑色的鞋帶給你 那這個黑色的鞋帶呢 如果把它直接套上去真的是非常低調的一雙鞋子 非常非常的酷 好我們現在來看 看一下鞋墊裡面 鞋墊呢 他就是直接給你這個雷射的有沒有 直接雷射上去的一個鴨頭 真的是非常的酷喔 所以真的是整雙都是照著這個 University of Oregon 奧勒岡大學這所學校所有的主題在 在設計的 再來最酷的地方就是這雙鞋的鞋底 哇 你看 第一次喔 第一次這個風趴著呢 將這一種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鞋底下面有這個亮粉的效果有沒有 整雙鞋底喔 都是這種 透明膠底喔 不過他有灑這種 亮粉的效果喔 真的是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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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屌啊 真的是太帥了 那一樣鞋的配色呢 就有綠跟黃 一樣這個 奧勒岡 UO的這種 Spirit color喔 那在FonePoset Pro上面呢 一樣會有這個 碳纖維的這種鞋盤 你看嘛 非常的帥有沒有 哇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右腳 那右腳呢 與其給你一對這個 壓腳 他直接 秀著一個 很大的 O的 logo 那這個O呢 也就是正統的 University of Oregon的這個商標喔 那講到了這一雙鞋的鞋 鞋跟環呢 你看他也是直接給你一個Ducks 有沒有看到 真的是非常的帥 好那右腳呢 他的鞋墊也是一樣給你一隻鴨頭 非常的臭屁喔 好那為什麼老師那麼幸運可以搞到這一雙呢 在這個發行日期已經過了這麼久 老師還是有辦法搞到他 就是因為呢 其實收到這一雙鞋的人 他非常好笑他其實是來自這個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另外一所在 這個奧勒岡非常有名的大學 可是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這個 Oregon State 這一所大學 跟University of Oregon 他們其實是死對頭 常常這個 Oregon State的學生會跑去 UO那邊給人家噴漆 然後UO的學生也會跑去 Oregon State那邊給人家噴漆 反正他們就是 互看不順眼就對了 然後只要是來自 Oregon State這一所大學人 他們其實都非常討厭 跟這個 University of Oregon相關產品 那老師那時候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賣這雙 因為這雙真的很屌 你不自己 為什麼不自己留下來穿 然後他就跟我說 原因是因為呢 他是來自這個 Oregon State 也就是 UO的死對頭 所以他就說 我根本就不想要這一雙 因為這樣有點 很像在背叛我自己的 學校的這個 這個意思 那 老師呢 用什麼鞋跟他換呢 原則上是秘密喔 不過 跟這個 Jordan 是有關係的喔 那現在老師就來聊聊說 為什麼 只要 Nike 或 Jordan 鞋 只要套上這個 有關 Oregon 或者是 UO這所學校的這個 Title呢 這個主題 通常都會比較貴 比較有這個 收藏的價值 如果你們對 Nike 有了解的話 你們應該知道說 最原始的創辦人 這個品牌最原始的創辦人 也就是從這個 Bill Bowerman 還有這個 Phil Knight 這兩個人呢 他們最原始 將這個 Nike 創辦起來 那 Bill Bowerman 以前是在 University of Oregon 也就是這所 大學裡面 擔任這個 田徑的教練 那 Phil Knight 以前是 Bill 這個訓練的一個選手 所以呢 他們對於 這所學校呢 非常感謝 給他們所有的一切 他們就一直覺得說 這個飲水失源 所以呢 他們就會一直 有機會的時候 宣傳 這所學校 也就是他們 以前 所就讀的 這所大學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這雙鞋的實著 好 你們現在看到的這雙鞋 就是這個 Nike AirFonePoset Pro 這個 Oregon Docs Edition 的這個實著 老師現在有開燈 故意的 為了呢 就是要呈現這個 鞋身上面的這種 鴨子 羽毛的這一種紋路 這個是 鞋跟 這個 鞋跟一定要露出 這兩個標誌 真的非常的修 另外一邊的側面 這樣看還有點小小的幻覺有沒有 Woo 鞋底 好 原則上呢 這雙鞋就是這麼一回事 OK 好 再次感謝大家呢 準時收看老師的鞋品影片 那也要在此呢 再次的感謝所有在老師的這個 Facebook上面的粉絲 Page 給我按讚的這些人 你們真的非常的酷 那最近 老師在我的這個粉絲 專頁裡呢 也 常常跟大家玩一個遊戲 也就是說呢 我上班的時候 直接穿一雙鞋 然後PO在這個 我的Facebook page上面 那 我也一直鼓勵大家說 如果你擁有 同一雙鞋 請把它拿出來 PO出來 PO在老師的這個留言欄裡面 那我就覺得這個還蠻好玩的 那也希望呢 可以繼續 這樣的小小的 分享的活動 好 就先這樣子 這是看 你老師 再見啦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